喜歡跑步又不知道該怎麼跑嗎 曾四度拿下台北馬拉松 男子冠軍的黑色閃電蔣介文 在今年台北馬拉松開跑前 擔任訓練營總教練 為不同程度的跑者 量身打造專屬菜單 半馬的話 就是要是要你的訓練量夠 那個訓練的那個速度要夠 跑起來前面慢一點 然後越來越不快 因為全馬是半馬的兩倍 在體力分配 我認為我要分為四等分 十公里 十公里 十公里的節奏 這樣下去跑 跑下去的話會有好成績 不過跑過步的人都知道 漫漫長途的馬拉松 最難熬的就是 那看不到盡頭的終點 為了不讓大家半途而廢 蔣介文也分享自己的堅持妙章 在跑的過程中 可以邊看台北市的街景 然後邊看台北市的古蹟 像北門 像河濱公園 然後你就會去忘掉那個比賽的痛苦 然後在跑的過程中 會有很多人陪你跑 你就會跟著他的節奏跑 然後跑著跑著 然後你到最後的七八公里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101 快到了 你就可以慢慢的加速這樣子 然後就一路加速到回來 不管是針對初階跑者的初戀營 或是有底子的熱戀營 2017台北馬拉松 希望在正式棒名前提供完整訓練 讓所有愛運動的朋友們一起體驗熱血的馬拉松長針 微愛體育新聞採訪報導